大家好,现在这两天土工国的老百姓义愤填膺 觉得自己也被人骗了,觉得自己好不容易活在这个世界上 连吃一口油都是有毒,这个日子还能过吗 我觉得真是大惊小怪啊,大惊小怪 其实吧,这个食用油这个东西还真没有那么大的毒性 虽然是用汽油装的,汽油车装的 虽然是用这个所谓的这个大粉车装的啊 但是在土工中国有很多个食物比这个油罐车装的食用油有毒的一万倍 所以有很多个事情这两天放出来了啊 一个呢是说上海是哪一年呢 二零一几年的时候,一五年还是一六年 说当时上海有一百五十万人同时染上的甲肝,甲型肝炎 不知道怎么染上的,说这个病早就已经没有了 结果染上了 后来他们终于找到原因了 是江苏浙江这边的人用船运了一些个食物 运到上海,其中有小龙虾之内的东西 这些小龙虾呢是用这个运粪,运大粪的车 运大粪的那个桶 把它装到这个上海的,所以在船上的时候就感染了 所以有一种什么什么东西特别有甲型肝炎的那个细菌 一百五十万人当年的感染上的甲型肝炎 而且对终身构成伤害 现在被人扒出来了 这些事都不算事了 刚才我的朋友圈里面有一个大美女 然后讲了一个刚刚发生在深圳的事情 我真的听到我毛骨悚然 听到我浑身就难受啊 她说去上海的这个叫做海上大排档去吃饭 场面就是挺豪华的 在船上啊,那觉得张灯皆惨 还有姑娘个跳半挪体舞是不是 还是服务员都是帅哥 那都是一个一个的看上去很美很美 美的不行啊 结果就上了一盘菜 一盘什么菜 一盘花生米啊 油炸花生米 然后他一看,哟,这花生米还不错啊 这里面好像还有点黑的,黑的是什么呀 他的眼睛有点近视 他以为是里面是放了几颗这个新疆的这个葡萄 干葡萄 或者是画眉什么的 觉得这挺讲究啊 果然是高档的地方 然后在镇大他的美丽的大眼睛看 我去也是三只蟑螂 已经被油炸死了 在那里真的就躺在那儿等着这个美女来享受它 这就是发生在中国的事情 我浑身难受啊 这都是什么地方啊 是人呆的地方嘛 你告诉我啊 蟑螂真的是 不过今天跟大家讲的另外一件很大的事情 就是你会发现这个 在中国啊 你如果是一个弱势群体 你如果是个普通老百姓 你真的被这个食物中毒 躺着中枪的概率是 我认为是百分之百啊 我反正我以前在北京 在北京至少有三次食物大中毒 我都感觉到自己就要死了 在上海有两次 那肚子那是天翻地覆 翻江倒海 真的在在马头上一蹲一个多小时 真的我我感觉自己撑不下去了 我都在当时我都在想 我是不是 然后挣扎了起来 给媳妇说几句临终遗言 写个遗书呢 是不是 我真的有这个想法 太难受了 结果吃肚子吃坏了 哎 所以他们想说 有人又找到一篇2020年的论文 说在中国的市场上销售的这个 51种奶粉 有17个测出来的矿物油精成分 这是精的还是精的 我也不认识字 这个习主席 拧导我 好多字都不认识 是不是 说这个东西简直是不可思议啊 你这个 哎呀 然后在那里又又有帮金差 又说的是不要不要的啊 说这个过去几十年 你看到没有 上来就过去几十年 各种食物中的矿物油碳氢化合物 叫这个化学的名称叫MOH 污染 叫做矿物油碳氢化合物 污染 因其对健康的潜在不利影响而备受关注 由于这个奶粉 是这个小朋友的主要的食物来源 因此有必要了解 奶粉的配方中的 这种氢滑污的含量 到底构成多大的不安全性 然后他通过了一系列研究调查 最后强烈建议 进一步分析污染的根本原因 控制中国的奶粉的质量的严重划破 像鲁迅先生喊出的一句 非常的经典的话 救救孩子 鲁迅先生喊救救孩子 人家是小说 人家是文艺作品 这个可不是文艺作品 这是一个正儿八经的一个科学的论文 这种现象 当时这个论文出来以后 没有任何人重视 那也就是说 今天的中国市场上的大量的奶粉 都是直接含有毒素的 如果你幸运的话 最多也对你的身体构成一种潜在的伤害 如果是不幸运的话 直接可以吃死人 所以这个东西就跟三句亲爱一样的嘛 关键这个东西 它是小朋友吃的 你怎么能这样呢 你能不能管一管呢 你说是吧 所以我是对中国的 凡是有一点点能力的 尤其是家里面有小朋友的 我都这么苦口婆心的劝他们 一定这一辈子要做一件正确的事情 这一件正确的事情 它真就只有一件 就是带着你的宝贝离开中国 是不是 做个牛腩狗都要在美国 在加拿大 在自由世界做牛腩狗 在日本韩国做牛腩狗 千万不要在中国 太可怕的 就像刚才在 在那个花生米里面挖到三个这个蟑螂 你要是在日本 你试试看看 你要在韩国试试看看 罚的你祖宗八代都是生物丰文 家破人亡 我跟你说 绝对上来就是罚你一个几百万 他们说这还算好的 日本韩国 毕竟是东方社会 你要是在美国出现这样的事情 罚你一个亿美金 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人的生命呢 卫生呢 所以有人就说一句话 说现在自由世界早就实现了垃圾分类啊 真是谁能想到的中国蟑螂和花生米 它不分类 火在一块儿 汽油和这个什么食用油不分类 它火在一块儿 哎 你我就问你服不服 是不是 你在日本 你在韩国 这两个国家 东亚东亚的 我们各中国最新的国家 街上看不见垃圾桶的 不能在街上丢垃圾 你手上有垃圾 你放在你的口袋里面 带回家 然后分类 分类好了以后 然后再丢到这个 纸印的垃圾栈里面 分类分得不好 也要罚款 哎呀 同样都是人类社会啊 差别怎么就这么大呢 所以 中国它就是一个不文明的社会 咱不要把话说得特别的难听啊 它就是个不文明的社会 什么是文明呢 文明有些个指标的 好不好啊 有些个最简单的指标 是吧 文明就是吃进去的要干净 一个吃 还有一个是吧 还有一个是拿 所以文明就是卫生间干净 厕所干净 这就是文明 是吧 任何一个不文明的地方 它食物不干净 食物里面有蟑螂 食物里面有三聚心肝 是吧 吃进去的不干净 它拿出来 它也不干净 我的话是不是简单粗 但是你绝对 绝对点赞啊 绝对是手动点赞 绝对是去双手同意 什么是文明呢 当一个国家的人 吃进去的东西特别干净 当一个国家的人 拿出来的东西 也特别的处理的干干净净的 你知道这个国家的民众素质很文明 因为这是一个每个人都要参与的行为 每个人都要吃 每个人都要拿 是不是 所以你如果有那么一批人 他吃 他也不讲究 他穿 他拿 他也不讲究 你这个国家 他怎么能很文明呢 这是最难做到的事情 我跟你讲 比你喊那些 有的没的的大口号 那难得多 所以我是大声计划 这个消息真把我震惊到了 从2020年就把这个问题去捅出来了 哪一份里面有毒 中国的未来的希望 小朋友们不安全 所以家里有孩子的 家里有什么的 真的 离开吧 否则的话 你真是缺德 我觉得你把孩子生在中国 养在中国 你缺德 你不负责任 你诸果不如 你自己是一个都蠢猪就算了 你还让你的下一代继续变成蠢猪 你又何必呢 谢谢